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现在用的是英国的美日电讯呢 他就节选这部分 跟大家展示节选这部分 他基本的概念 可以看到他那是一条船 然后船下面下了一颗炸弹 直接把船给炸死 就是中间给切断了 切断船就沉了 是在实际的影片是去年四月份 在墨西哥湾美国空军进行的试验 他大概的大概的故事 就是把这个鱼雷从鱼雷从这个空军中 从F-15的战斗机上 轰炸机上扔下来 他的作用整个炸弹是2000磅 他的作用就相当于空中鱼雷 那鱼雷使用的炸弹的本身呢 是用普通的炸弹 他用普通的炸弹加上了制导系统 GPS简单说GPS 然后用GPS简单的制导系统 可以使得普通炸弹 以最准确的方式来炸掉水中的这种物品 这就变成了一个在常规战中 变成非常不一样的故事 那通常这种水上战争的做法 应该是潜艇 那潜艇发出鱼雷 然后把船呢一击而中 但潜艇最大问题就是 只要他发出鱼雷了 如果他尸把的话 那他自己也就暴露了 所以鱼雷这个潜艇暴露之后呢 他的处境就会更惨 因为呢那就是闷烧锅了 一下闷烧锅人就全完了 所以这对于今天的美国空军来讲 美国海军在海上作战来讲 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廉价的 非常简单的一种做法 那这种做法呢 他去年四月份就有了 但是在这个时候 今天大概应该是今天才释放出来 英国的美日电讯呢 就因为他报的比较快 就给报出来 那他的报道的本身呢 同样集中在中共国 他认为这是美军在向中方显示他的实力 他的方向就是在南海 方向在南海 因为在南海呢 中共占据了很多岛屿 把岛屿当成了不岛的 这个不沉的航空母舰 在岛屿上修建了这个简易的空军基地 但是呢 在水域当中肯定是用船的 那是毋容置疑的 那这样的船 跟我们通常看到所谓的这个辽宁号也好 山东号也好 我们并不知道他的大小的比重是多大 但是如果今天 以美国今天的常规武器当中的炸弹本身的能力来讲 相信是非常可怕 相信是非常可怕 所以核武器 so far在俄罗斯的战争 乌克兰俄罗斯战争中可以看到 核武器基本上就废掉 其实谁也不敢用 那真正对比的还是常规武器 那常规武器的本身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些了 而对无论是在台湾海峡也好 在南海也好 那中共国想对台湾有任何做法 他都是一定要运兵过去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非常具有威慑性 蛮有趣的 跟大家介绍一些细节 他的标题我就转成中文 他的标题直接就是这么讲的 200磅的叫快尘炸弹 他的名字就叫快尘 快速击尘 把鱼雷式的导弹 把鱼雷式的这个炸弹精准的把船只炸成两半 这就是他基本上的概念 是由F-15E这种战斗机发射改装后的导弹 然后在船下面引爆一颗被GPS所导航的 从而显示出这样的故事 炸掉的是他拍摄的片子是炸掉了一只货船 去年四月份在墨西哥晚 我们只能说这是美国在全面向中共表态的一种比较实在 一种实在的表达 通常都是政策 通常都是政策 这是美国真正转向的 我眼睛里一直认为真正转向的故事 所以我们一直就这么讲说 乌俄战争基本就这样 那乌克兰已经从乌东的一个很主要的城市 叫技术性撤离也好 战略性撤离也好 反正他撤出来 他基本撤出来 所以在这样的制衡当中 也没有看到俄罗斯再往前走 那各种穿法说法不同 那在舆论上在这个宣传上呢 有他们各自的方向性 但是乌俄战争本身就这样的方式僵持 舆论中讨论比较多 就是要打若干年 甚至更长 所以若干年也好 更长也好 就这么回事的 那他另外对今天 国际社会的威胁是中共 那另外呢 很显然西方社会 美国社会对习近平在人大的决定 就是中国的未来将是如何 那我相信有他情报系统 他很严肃对待这个问题 非常严肃对待习近平如何把中共政权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掌之后 他将如何看待 我觉得这是非常关键的所在 那如何看待的话 没有人知道他会什么 会怎么样 网上有一段视频就谈到了魏京生 其实是魏京生28号 2月28号参加了众议院 众议院共和党所领导的中国问题委员会的第一次听证会 所有的成员国成员都参加了 一共28个人 魏京生是被请去的 那他是在美国社会中 在今天的其实中共国的社会中 最早提到政治改革 与中共出现对立的人 那这是最早的一个 人们很多人对他个人有这评价那评价 那是后来的故事 那是人科后来的故事 那他走过的在有关针对中共作为民主运动人士 他是老大 他是最早的先驱 任何人都代替不了他 时间人们战胜不了时间 所以他还蛮感触的 他大概出来 他说是他28年是多少年 他76年 我印象中75年76年 85年86年 忘了 因为他是天安门民主强 天安门民主强应该是七几年 天安门民主强出来 就在天安门 很多人不知道了 在西单大街跟长安街的交口处 在他的应该是他的东北角 东北角那是原来是西单体育场 现在肯定没了 原来是西单体育场 那西单体育场外面是暴停 那时候就人民日报暴停 那个一直延伸到电报大楼 那当时呢 魏京生是在这个西单民主强那 贴的大字报 所以他当时只有19岁 我们那个时候 我去念 去看过 去念过他的 跟同学一起 好朋友一起 就因为那时候还年轻嘛 年轻还小嘛 就给旁边的大人去念 大人谁都不说话 围的前三 里三层外三层 然后我们小 我们那时候年轻就给大家伙念 那是 把他与当时我印象中 因为我能听懂的 被誉为当代的 当时当代的鲁迅 是那么评价他 他的比例啊 他的形容啊 非常的锋利 19 应该是19岁 所以魏京生 拼搏了一生 然后28号的时候呢 他 美国的高官据说 向他道歉 有人向他道歉说 我们错了 当时认为改革开放呢 可以使得中共呢 变成这个民主国家 但我们错了 所以他们错了呢 魏京生自己一辈子就这么 就这样了 他已经70多了 大概 所以这是一个很 很令人感触的一段故事 那这是在美国社会中 美国参众两院公开 以这样的方式表示 他们的政策是错了之后 转成这种说法 这里面当然有很多政治技巧 有这个有那 我个人真的不否认 就是一论 无论什么样的政治技巧 政治利益上的追求 其实他都受控于真正的天命 那天命曾经是那样的 天命今天是这样 一个人有自己的天命 一个国家有自己的天命 所以人们不太信命的话 老去抗命的话 是件很悲剧的 是件很悲剧的事情 那美国是在这么一个背景之下 在美国政府 在各 就是政府的各个层面 正面开始跟中共 完全跟中共 对立的背景之下 在军事上 第一次出现这样的展示 他说炸弹逼近时 出现甲板上碰撞 可以看到完全被炸成两斤 那在沉船下面呢 还有一些摄像头 他装了一些摄像头 来计数当时被炸成的样子 它破坏力极大 是这样的普通炸弹改装的 所以普通炸弹 这是他改装的现场 改装现场 那普通炸弹的改装最大的优势 就是费用 费用很低 他说这个 两千磅的空射快尘鱼雷式炸弹 是第一次在海上作战 开发的 那可以使对方突然死亡 代替潜艇攻击 试用的试验的本身呢 是联合攻击的一部分 将无制导导弹 转为全天候精准制导导弹 就是他就这么一个概念 使用了GPS 然后F-15战斗机 是专门用来发射炸弹 全天候的 它跟鱼雷是一样的 射入导弹内的这种探索者 追踪的速度 是相同的 鱼雷是会暴露自己船只的位置 但它不会 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所以它被称为 这种炸弹被称为叫快速下沉 快速这个 快速沉没 应该叫快速沉没 我觉得快速沉没可能会更好 所以它是低成本的 要比潜艇的覆盖面大很多 速度更快 或者更快的速度 以鱼雷式的东西制造杀伤力 成本只有三万块 它的成本只有三万块 然后透过F-15战斗机发射 这项新技术美国空军 已经在它的空军的概念当中 就是空军范围内开始组装了 直接进行联合攻击 而一架F-15战斗机的成本 是八千七百万 而一架美国现在的 一艘美国现在的潜艇的成本 二十八亿 它这个核算成本 核算成本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它出现伤亡了 对吧 那飞机被打下来了 那它就损失这么多 那潜艇如果在发射鱼雷之后 暴露了 如果出现问题的话 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这里面就讲述了 是来应对来自海上的 中共国跟俄罗斯的威胁 这是一连串爆炸的状况 下面就讲述了跟之间的冲突 美国海军拒绝任何评论 任何评价 这是肯定的 所以这是基本上故事了 针对性极强 完全对中共的 而这个东西它去年就有了 今年才故意展示了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